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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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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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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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箱 冰有即有 還有烤箱 水汗氣 全部都給你準備好 刀子也有 所以你想要自己煮的話 隔壁就有7分 直接去買回來煮OK 超級方便 然後我們剛剛就是隔壁的人 是直接在外面就是BBQ 但是因為我們今天的話人數比較沒有那麼多 那人數多的話呢 感覺也可以BBQ一下 想說那種在國外的氣氛 我們現在去2囉 好 我覺得這樓梯也好可愛喔 這小孩子一定會很興奮的那一種 等一下先賣個關子 先關起來 雖然你們剛剛看已經頭看到了 超棒的 超級 超級棒的床 就是人家直接這樣給他 躺下去 重點是我覺得他上面的視角很厲害 就是他躺著看到的是那種 就是小木木天花板 就很像那個小時候看玩具 走到你們的時候的那種場景 OK 真的很厲害 而且睡起來是超舒服 然後我旁邊有一個超大的沙發 就直接在這邊拍寫真 超厲害 然後呢 我很喜歡那種就是 有那種小巧思的感覺 就很像 那種格樓啊 你知道嗎 這邊還有一個小空間 如果我是小孩 我就直接鑽到那個洞 然後 隔壁還有一間房間 隔壁還有一間房間 這邊還有一間房間 雖然 這間房間將會就是沒有人睡 但是 就是很寬 很大 所以呢 它其實是可以睡到四個人的 但是我剛剛發現啊 它這邊還有一個 有點 開不起來 這邊呢 就是還有一個超大的空間 它的空間的大小啊 是我 應該可以 大概 五個我 五個我是沒有問題的 那裡面還有一個湖洞 這樣子 所以這邊呢 還可以再睡一個人 雖然是有點坎坷啦 但是 就是 考慮到那個省錢的話呢 五個人來這邊睡 都是沒有問題的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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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就是我們先來check-in的地方 那裡我們的飯店是一分鐘 那現在呢 我們就是要在這邊找溫泉泡啦 好酷喔 喔到了到了很近很近 到了 好酷喔 你燙燙燙